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会伴随着雷击跟强准风 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至于昨天新生成的14号台风 摩羯台风 现在看起来路径是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在下个星期 热带扰动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 大家要多加留意热带扰动的最新发展动态 我们从微信统上面来看 摩羯台风目前的位置在这边 接下来它的结构会在海面上面逐渐的重整 逐渐会变得比较完整一些些 而接下来会沿着高压的边缘朝西北往台湾北方的海域前进 这样子的路径上面来看 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台湾东西方的海面上面 其实都有很多扰动跟水气正在蠢蠢欲动当中 现在看起来在下个星期 预计在南方的海面上面 会有比较多的水气跟扰动发展起来 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扰动往台湾的方向靠近的 但是这个其实变数都还很大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星期其实天气状况比较好 比较稳定 但是到了下个星期 恐怕降雨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高了 从下个星期开始一直到8月底之前 天气状况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扰动发展 台风发展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提醒您要多加注意最新的天气动态了 现在毕竟还是台风季 务必要多加的注意 好 所以来看一下到下个礼拜一之前 其实天气都是蛮稳定的 就只有中午过后山区 还有在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震雨而已 其他地方其实天气状况都很稳定 都很好 特别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其实一整天都是艳阳高昼 一整天都是热烘烘的 如此一来气温也是一整天都相当炎热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除了在澎湖 高雄 还有蓝雨地区一些零星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很适合吃饱饭后出去吹吹下夜凉风是蛮舒服的 不过到了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来到了35度左右 甚至都会地区来到36度相当的炎热 再次提醒您要记得多喝水清防晒了 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东部地区也会有一些 午后阵雨发生的机会 前往这些地方还需要记得西带雨具 山区的午后阵雨呢 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一些 前往山区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